我家勇士 今年氣候賽 NBA看不到勇士都算了 連台藍現在的勇士都沒了 三連八的搶對耶 裁判都幫成那樣了 小夫各種 犯規都不吹 你還跟我講進不了氣候賽 這樣感到 先來看一下遺珠的部分 這個名單是以目前有第二輪打的球隊 來做出的排名 所以不要在那邊跟我什麼9號MB了 他沒有第二輪 也沒有我家咖哩 因為他今年只有附加賽 我自己會把Jamal Murray擺在遺珠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今年如果沒有他 金塊有些比賽可能就拿不下來 第一輪不用說嘛 他直接用他的中距離 幫金塊拿下兩場比賽 再來第二輪 他也有投出一些關鍵球 我認為他沒有辦法排進Top10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表現太不穩定了 不是上半場跟下半場判若兩人 要不然就是前一場跟下一場 表現判若兩人 林毅人都比捲毛哥穩定 每一場都零分 再來我們來討論一下Top10 我的邏輯是啦 每支球隊能夠打到現在 都實屬不易 所以我最最最基本 每支球隊至少要給一位球員 Top10的名額 等於是說一支球隊最多最多了不起 應該就兩個人吧 如果你們覺得Aaron Gordon Over捲毛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考慮的 聊天室你們覺得 Jamal Murray還是Aaron Gordon嗎 52比48 Jamal Murray勝出 第10名 我會擺 Josh Hart 如果不是因為他腹部受傷 他今天的籃板球一定是 In Jokic的 你一個6尺4的球員 你的籃板球可以抓那麼多顆 關鍵時刻的三分球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在尼克最需要他的時候 他都可以跳出來 他整體上場時間 全部季後賽511分鐘 這是什麼血和勞工的上場時間 單憑他的籃板球 跟他的關鍵時刻的三分能力 打到第二輪 他絕對有Top10 再來 第9我可能會擺運球哥 雖然網路上還是有很多 關於他在季後賽 可能不會運球的highlight 左手還是落賽落賽的 但是這個季後賽 我不想要做戰報 不代表他們沒有晉級 他們該做的還是有做到 我會把他們的副手 Jalen Brown 排進Top10 場均23.1分 6籃板 但是他的罰球 真的很不OK 再來就是他的助攻失誤比 1比1的完美協調 可以叫他賽爾迪克少主 考量到賽率 還是東區第一的球隊 那我把他排進第9 應該是可以的吧 再來我的第8會是 Donovan Mitchell 場均29.6分 命中率有47.6% 三分球有35% 之前我就一直在湊他嘛 我就說 你是今年最需要在季後賽 證明自己的球員之一 你看他前兩季的表現 各種的打鐵 命中率不到四成 三分球兩成一 場均25.5分 命中率43% 三分球不到三成 場均23.2分 都是非常爛的 可是今年 不要說球隊有贏多少場比賽 但至少首先有進第二輪 他個人表現不算差 所以Donovan Mitchell排第8 等一下我要插播一下 第9好像要排 Tireese Hewlett-Burton 因為把他排在 Jalen Brown跟Mitchell的前面 我都覺得太超過了 其實說真的 如果不是因為 劉馬有打到第二輪 我可能不會把他排進去 我覺得他整體的表現 並沒有我預期的那麼好 你看他例行賽都有20分了 10助攻 到了季歐賽 只有18分 8.3助攻 進攻企圖星 也是有一場沒一場的 但是他說到底還是 劉馬隊最強的playmaker 雖然助攻有下滑 可是他的失誤 還是掌握得不錯 我自己也沒有想要替 Tireese Hewlett-Burton護航 Pascal Siakam長均21.2分 關鍵是卡在說 Pascal Siakam第一 他三分球沒有出來 再來我覺得 他的籃板偏少 7.8顆 當然我知道籃板 一直都不是他的強項 我覺得如果你今天是一個 明星等級的球員 在你的能力 盡可能的情況下 球隊需要什麼 你就帶給球隊什麼 所以我會去嘴 Hilliburton 因為我認為他現在的得分太低 同時我會嘴 Pascal Siakam籃板球太低 球隊就是需要你抓籃板嘛 那Miles Turner 因為他是一個延伸5號 我從來就沒有期待 他去抓籃板 而且他也不是All-Star Pascal Siakam是 所以我這邊比較會傾向 Siakam來扛這個責任 聊天室有大概6成的觀眾 是覺得Pascal Siakam 那我就把場均21.2分的Pascal Siakam 改成第九 第八是Jalen Brown 再來Mitchell 我認為Mitchell他這個季游賽 至少有保住他自己的表現 球隊的表現一回事 你可以責怪傷病 你也可以責怪是他跟Darius Garland 這個後場本來就不OK 但是至少 騎士打到第2輪了 把他排賽第七 應該也沒有什麼問題 第六的話我就是把鐵圖母排進來 雖然說賽率目前 如果你以球隊的強度來說的話 即使我不認為他比灰狼跟金塊還要強 但他怎麼樣應該都會排在第三 但是我認為那是他整體先發球員的強度 一個即將拿到頂薪6000多萬一年的主將 角出這樣子的數據其實是不及格的 真的還好東區今年很弱 這個比他例行賽的數據下滑很多吧 例行賽差不多27分 命中率4×7 3分球3×8 到了季歐賽 3分球只剩下場均24.3分 命中率43% 3分球28.1 但是他的籃板球跟他的助攻有起來 而且我真的蠻訝異他能夠把失誤控制得這麼低 該給的Respect要給 他依然還是賽率最強的球員 這個沒有變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把他排在第六 我覺得是可以啦 再來就是目前 只爆發了一場的Luka Doncic 場均27.1分 命中率4×1 3分球2×8 9.6籃板9助攻 近乎大三元的表現 這個就是他跟Jason Taylor之間的差異啦 兩個人在命中率上面差不多鐵 沒什麼好說的 但首先Luka Doncic帶上上陣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他的數據 對比前面的Jason Taylor 是近大三元的 而且他場均得分也比較高一點 所以我會把他排在Jason Taylor的前面 Luka排名第五 再來 我其實現在在糾結 因為我自己會把Shay排在第四 可是我不確定這到底合不合理 Shay目前的表現 場均29.6分 命中率49% 三分球38% 罰球也有81 整體的表現是非常不錯的 前面這兩位 命中率都有待加強 那Shay這邊是有扛起來的 那我的Top3是誰 相信大家也應該都猜得到 SGA他的表現 我認為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的 只是說就沒有Anthony Edwards來得強 Anthony Edwards 場均30分 53%的命中率 三分球有43% 籃板助攻 你需要的他通通都有 大家都知道正負值很重要 那Shay的正負值是6.2 新任狼王正負值是9.2 所以如果你把正負值也擺進去來看的話 那Anthony Edwards應該是可以吧 其實他們都有一個相同處 他們個人表現可圈可點 差的是他們隊友 再來 這兩位最Top的球員 我覺得沒有什麼好討論的 差別只是在於 你要把Jalen Brunson 還是Nicola Jokic排第一 因為你要想 Jalen Brunson這邊 他是目前季幼賽的得分王 而且他扛的球隊 Randal也沒了 Ananubi也沒了 Bogdanovich也沒了 Robinson也沒了 Josh Hart也沒了 Brunson都還可以把這支球隊扛到搶棄 這些全部都是先發等級的球員 隊友雖然爛 但對手也爛 灰狼對面的是金塊 AE現在是扛著尼克這支球隊 在跟金塊打嗎 也不是啊 你以隊友來說的話 隊友爭不爭氣一回事 但他這個配置是很滿的吧 一個DPOI 一個狀元狼 替補是今年聯盟最佳第六人 防守大鎖有Jayton McDaniels 板凳還有Alexander Walker 跟李凱爾 控球後衛Mike Conley 這個球隊的陣容完全不能比啊 你要嘴尼克對手的強度 是可以的 可是同時 你們要不要看一下雙方的配置 如果今天灰狼拿冠軍 我一定給他第一啊 我又不是討厭Anthony Edwards 我又不會黑他 沒有啊 不用投票啊 我知道投票的結果啊 Jayton Brunson的球迷就比較少嘛 大家一定閉著眼睛挺Edwards啊 好啦 Edwards贏好不好 54比46嘛 沒辦法 以粉就是比較多嘛 雖然說我強烈的認為 Jayton Brunson應該要排第二 Anthony Edwards排第三 但沒關係 聊天室 你們的投票我尊重 Yokic排第一應該沒有意義吧 場均28.2分 55.6的命中率 三分球真的前面的都是在打鐵啦 籃板12.9顆 這些數據都不重要 重點是你把Nekola Jokic拔掉 完全沒有Playmaker 金塊隊的一切 感覺都是繞著Nekola Jokic在跑 不管尼克在怎麼補強 只要Tildo這樣抄球員 是不是永遠會在季優賽 都會遇到傷兵抄 今年我不太確定是因為尼克的傷勢 他才這樣抄還是抄了尼克才有這些傷勢 到底是先有雞還是先有彈呢 我其實是不太確定 如果我們回顧 Tom Thibodeau的過往歷史的話 我會覺得應該是 他先把球員抄到受傷了 後面才變成你要硬抄其他球員 玫瑰就是這樣弄壞了死性不改 對 但同時你又不得不說 聯盟現在有哪一個教練 可以把這支尼克隊 帶到第二輪打搶棋 Eric Spolstra And who else 我是不知道 Tom Thibodeau絕對有他的缺陷 可是事實就是他可以打出成績 那超暴球員 我也沒有要護航 JB原本在小牛是二把手 萊尼克感覺解放 這跟當初登登去火箭有即逝感嗎 台灣的風向 好像往往跟國外的風向 不一定是一樣的 那時候在國外的風向是 因為James Harden 他是最佳第六人 他在季後賽 也是有幾個系列賽表現不錯 雖然最後總冠軍賽蠻落賽的 但是 當初他被交易到火箭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覺得 他可以在火箭刷出好的數據 沒有人預測得到那樣子的火箭燈 只是大家那時候對於他場軍20分 是完全沒有抱持懷疑的 可是Jalen Brunson 大家真的當初有這麼看好他嗎 至少我在做YT那個時候 我沒有這麼覺得 因為如果真的那麼看好 他的年薪就不會是2500萬 以現在這個 3000萬合約到處跑的年代 Key Thompson都4000萬 你說Jalen Brunson 如果真的當初 大家這麼看好他 他的合約會只有一年2500萬 哪有可能 所以我必須說不一樣 如果是以看好 哪一位球員的未來來做對比的話 大家當初一定是更看好 James Harden 大於Jalen Brunson 但是啦 講回季後賽的表現 Jalen Brunson絕對 比James Harden強 啦 因為我身非是最好 讓我們吃AFOOD 我會得到 GIRL TALENT